眼下的粒粒可以是幾樣東西 可以是油脂粒 可以是項管瘤 或者扁平油都可以 項管瘤是一些我們皮膚的良性腫瘤 它其實一般都是皮膚顏色 和表面很平滑 成因不明 有些人會有家族遺傳 項管瘤是不會傳染的 因為它不是一些病毒感染引起的 項管瘤的治療方法 可以是激光 可以是冷凍治療 或者是電卓治療 但是這些治療的原理 其實都有一樣 去產平所謂的項管瘤 不過項管瘤的治療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項管瘤是一些深層的組織 它是深入我們的真皮層 如果剛才我說做的治療 做得太深的話 有機會會引起疤痕 或者色素沉澱 另外 患上項管瘤的人士 其實他們一般都有這個傾向 就算治療後 也有機會回法